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有沒有覺得 其實有時候奧客 只是一個形容詞 它不分國界的 真的 到處有耶 真的 對啊 比如說他去婚禮歌手有沒有 把這個祝福送給大家 對 然後酒憨耳熱之後呢 大家賓客散了以後 這是一個什麼樣奧客的行為 也不能怪我們 我們美國人就是第一名 你說奧客 就是我們美國人 發明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啊 因為就像我弟 他很厲害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說你要去買車 然後車行可能會先 給你開一下他們 試一下 試開他們 好 但是他們會給你試開幾天嗎 不會吧 沒有吧 在美國 如果你形容好 車行也會這樣子讓你做 幾天 對啊 幾天 好棒喔 對啊 我可以退回來給他 你喜歡的話 沒有 就是你就是可以試開幾天這樣子 那就是我弟 他超喜歡這樣子做 那他偶爾會做這件事情 他會就去 會嗎 日本也會這樣嗎 日本沒有 沒有 試開就是跟台灣一樣 就是頂多是給你10分鐘 就半個小時就這樣而已 對 通區之前會先試開嗎 試開嗎 對 這個基本上 這個很好 對 基本上一定要這樣撕開嘛 一定要撕開 對啊 所以這個合理啦 那我弟他不一樣啊 他會去車行然後假裝他要買一台車 然後就看一下 要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就跟說 啊 我可能要撕開幾天看一下 我有沒有習慣這種 這種車啊 然後去開 然後開走了之後 他帶他女朋友出去玩啊 玩了幾天啊 然後就回來 然後說 這台車其實 我沒有那麼愛 我可能再想一下 我到底要不要買 那他就會 就很多不同的車行 這樣子 就這樣子跑嘛 然後有一天他又回到原本 他底下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人說 不好意思 你每次來這邊試車的時候 你都不買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在A我們的車 或是幹嘛 我弟說沒有啊 就是 我就是在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買 我還沒有決定好 但是其實他一直在就是 利用他們的這個服務 但真的只有美國可以這樣子 美國真的 有 我覺得他們 消費者權益還放很大 養成超多澳客 美國有一間百貨公司 Neyman Markets 它是可以 買東西一年之內都可以退 Neyman 對啊 對啊 一年內都可以退 誰 美國人不當澳客 誰當澳客 真的 習慣了 是不是 法國公共公司 會給一些什麼 叫地雍券 地雍券 對啊 地雍券 你要給他們你的飛機票 然後 搖派對一下下 然後他們給你差不多是像八百塊這樣 然後 我在派對 然後我對面 剛剛前面有 有另外一個一堆是法國人 然後他們一直罵 一直罵 他說為什麼我們要等那麼久什麼的 我說 我好不好意思 我說 為什麼他們是法國人 真的 因為 這個搖派對 大概我們派對 五分鐘還是十分鐘 然後 有炸 八百塊 不錯 真的 五分鐘八百塊 對 這不太好 對 但是他們一直罵 然後女生那邊很好 就是跟他們笑 然後很開心 然後就給他們票 然後他們離開 然後你看半片有一些是 有這樣的櫻木 然後你可以按 你就開心 不開心 什麼的 這個笑容的 他們按不開心 怎麼那麼厲害 可是法國本來天性就愛抱怨 對啊 就是每天都在歪你歪你 這樣 就是他罷工的時間 比他上工的時間 對 真的 什麼都可以報 是 我覺得 是人像那個沖縫這樣 一樣非常的火爆 就是 超級奧客 因為我之前在一個賣命牌的 包含公司管理部上班 所以我是負責那些就是退貨啊 還是出問題的那些 然後有一次他們打辦公司 我叫我下去 我下去問一下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奧客 一個女生 他是前幾天也賣了一個 晃色的包 就是一個很不好看的顏色 說實話 然後他賣了這個顏色 然後他就說他要退 我就說好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退 因為必須問 他說因為這個顏色不適合我 我說 沒關係好 我幫你退啊 然後我就說 你要不要再砍其他東西嗎 他說要 他就砍了一砍 砍一砍 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前幾天買 他買了四萬塊 今天開始有這口活動 他看到了有這口活動 他就過來 家長推 然後再就是給我們表演 他是要再挑新的 好聰明喔 這招很厲害耶 對 對 這很聰明 沒問題 可是我覺得是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對 因為直接說 我要退再賣 直接說也對 直接說 我要換這個這口 我們又無所謂說真的 對 這招厲害 對啊 可是這現象在俄羅斯普遍嗎 真的滿普遍的 在台灣也有一個 日本的藝人也會這樣子做 怎麼說 怎麼說 怎麼弄 沒有 就請一陣子 不是微風之夜嗎 是 然後去那邊我跟夢朗 我們一起去逛嘛 那他 我把夢朗講出來 沒有 就是我們兩個嘛 我們去每一家 就是很多名牌店 我們就是要找一些 他就說 我要試穿這個腰包 我要試穿這個腰包 什麼 我們去了大概三四家 然後每個都是 然後我們就管完 我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看到 你喜歡的 他說 我說 然後我們浪費那麼多時間幹嘛 他說 沒有 就是希望 就是有一個記者拍到我啊 然後 結果包包沒拍到 拍到一個女的 對 不是啦 那一天 不是啊 那一天他要 剛剛我講說 他想灌很久 我說好 所以那不重要 你們到底在倉庫幹嘛 蛤 就 幫忙 幫忙 整理一下 對 就你把他搬到這 又把他搬到這 對 很忙 OK 我覺得奧客 其實我真的也要投俄羅斯人一票 因為我覺得俄羅斯 他們不只奧客 而且他們很厲害一點 是臉皮很厚 因為像之前我們家有一個鄰居 我們家社區都會辦那個 就是那種烤肉扒 然後每一家就是各自帶一個菜去 那有的人就帶酒啊 有的人帶什麼 其實俄羅斯人滿愛喝酒的 那我們有一個鄰居就住了隔壁 他就是俄羅斯來的 他每一次烤肉扒 他就是只帶一箱啤酒 不管我們辦什麼東西 他就是帶一箱啤酒 好啦 結果他每次去那邊的時候 他就是負責站在那個酒水 吧檯區幫人家倒酒 然後你來以後說 Paul 你要喝什麼啊 我幫你倒杯紅酒白酒 結果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每次那種紅酒白酒倒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呢 啤酒大家大概一人拿一瓶之後 整箱就不見了 通通他搬回家 杜莉你又把酒搬出來 對啊 好喝 不行啦 我跟妳講 而且妳知道 後來我們半趴再也不敢找他 因為我們發現所有的酒 而且他還會把菜都打包 我們派對都還沒結束喔 他把酒跟菜全部打包回家 然後他就說什麼 他家裡孩子在做功課 不能來參加 所以什麼 講一堆理由 臉皮之後 後來我們再也不敢找他來參加 可是呢 他只要看到有趴 他自己都會來 而且他更進階的是 你沒有通知我 那我連啤酒都不帶 簡稱派對章啦 就來這邊吃飽喝飽 而且我跟妳講 因為我們最近 因為我家裡面的門口 有裝那個攝影機嘛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我人現在在台灣啊 所以我家裡面沒有人 然後我就發現 他就坐我隔壁艙 在我家院子走來走去 那現在春天 他現在春天的時候 我們家院子有花 你知道他會這樣摸一摸摸一摸 然後就想摘我的花 你知道嗎 還好我們家攝影機有那個 對講機我可以講話 我就看他這樣 手摸摸摸 然後我就按下去 我剛好在看我們家攝影機嘛 我按下去 就說 Don't touch my freaking flower 他嚇死了 你知道嗎 他肯定嚇死了 他嚇死了 他一直在找攝影機在哪 對 我攝影機可以直接講話 對啊 然後最後他還給我中指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啊 他臉皮真的超厚耶 207耶 他下 對啊 如果剛才在聽我自己有點尷尬 我真的 我真的沒聽過這種故事啊 可是我看他真的超厲害 吃飽喝飽打包回家 沒有 真的那個花 花真的會 花有點離譜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 就是我是真的有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比如說 就是那些市中心 它是不是會放很多花 對 我們有一些人就是 可能要跟女朋友約時間 他比較沒有錢他會去拆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一束花 送給別人 對啊 真的鬼 他每次經過我家院子 就把栽一朵栽一朵栽一朵 就這樣子 好可怕 厲害吧 這樣OK啊 對啊 對 像這個的話 我們韓國人絕對沒有輸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韓國 就是我們講話有分淨語 所以大家平常就是已經分 誰地位比較高 誰地位比較低 特別是一些就是 比較高的族群 像我之前在江南逛百貨店的時候啊 就 聽到我旁邊 怎麼 有人在那裡大吼 我就過去看一下 啊 原來是一個就是阿姨在 大罵店員說 怎麼現在發生什麼事情啊 是什麼一回事 為什麼沒有我的衣服 然後搞了半天 我這樣聽了以後是 啊 因為這個貴婦呢 他有請就是是這個專櫃的VIP 然後有請他幫忙留這個貨 可是他到現場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然後那個小姐跟他解釋說 因為這個全韓國只有禁那麼一件 所以已經被別的造型師拿走了 他晚了這樣 然後他非常的生氣喔 就是說 叫這個小姐 當場下跪跟他道歉 下跪 下跪 太誇張了吧 當場下跪 然後他就是一直不肯啊 就跟他解釋說 因為已經有當時跟他說了 然後結果他非常的生氣了之後 直接賞他一巴掌 這會被告嗎 而且非常大聲喔 我是在隔壁櫃我都聽見 台灣之前好像也有發生過 有啊 就逼人家下跪 或是直接打人家巴掌 後來都被告了 對 然後他後來就一直說 他是那個百貨店的VIP 所以後來連 高層經理下來 都一直跟他道歉這樣子 蛤 非常的誇張 好誇張喔 好可怕喔 可是在韓國 他們類似的新聞 也發生在航空公司嘛 對啊 就是那個 那個航空公司的老闆的那個 可是講真的 因為韓國人脾氣沒有的 那麼 那麼 好啦 踩到那個線就 對啊 所以這種奧客的行為 應該在韓國很普遍吧 非常普遍 幾乎每天都發生 蛤 那夢多勒 你的女朋友是奧客嗎 他是非常... 好啦 不用Q喔 沒有啦 就是像那個我們日本人啊 其實奧客很少 但是有些奧客還是會有 因為有一次啊 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很厲害喔 他準備的小蟑螂 餐飲 那個還有雞蛋的殼 雞蛋殼 然後呢 有一次就是說 他就是吃拉麵 快吃完的時候 就是摩摩坐起來吃那個VIP 所以吃掉的蟑螂 就放在那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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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裡面有那個蟑螂啊 餐飲 就是啊 然後是店裡就是說 已經是免費的嘛 因為有些地方搞不好 就是那個 廠券還送給他 對 有一天一樣 他好像吃完 自白洞有沒有 自白洞的時候 他會用到那個雞蛋嘛 對不對 一樣 機會來了 就是他用那個雞蛋的殼 就在裡面 不好意思 你們那個 自白洞裡面 為什麼有雞蛋殼 然後等一下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什麼 那經理來 經理也來了 不好意思 然後就說 那個常見 他說給我看你們的誠意 他很囂張喔 結果經理發現 客人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的雞蛋殼是白的 他放進就是咖啡上的雞蛋殼 咖啡上的雞蛋殼 然後後來 他那個被暴起 他被抓走了 真的喔 對 這是第二個原因 對 不是我啦 不是你 對啊 那其實日本人除了這種 比較貪想人 但我遇過比較多 我輕點就看過三次 就是喝醉酒以後 變得非常非常的好色 就是吃女店員豆腐 像之前有一次我們去 日本居酒屋 也是看到那種雞蛋殼 喝到已經滿臉通紅了 然後一桌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種老主管那種 然後什麼那個 襯衫都脫到一半這樣 然後喝得很嗨以後 就叫那個女婦生來 因為女婦生真的還滿可愛的 因為然後這樣走過去 可能小女生吧 直接叫她要點一個啤酒 那女生一轉的時候 哇 而且那個拍的是 不是那種輕輕摸聲這樣 很大一聲耶 我想說那個女店員 如果在美國或其他地方 應該會馬上斑臉 我馬上賞她一巴掌那種 但是我看她那個女生 只是這樣回頭看一下 又繼續跑 又繼續跑去這樣 繼續招呼她們了 所以我覺得說可能 她們的這個習俗或文化裡面 就真的就是 應該要吞人下去 因為這是第一次吞潤蕊 然後第二次看到 就沒那麼好的 是因為 因為我在那個我們的國航上 然後在那個商務艙 也是一個日本客人喝醉 喝醉以後她就跟那個 那個空中小姐要比 那個比呢 一般不是插在這裡嗎 然後她插了以後 她就拿下來說 那給妳 然後她就走 她轉身她就拿那個原子筆有沒有 直接因為喝醉 直接就戳那個 我們航空公司小姐的屁股 蛤 對 她就直接這樣 不是有那個打打打嗎對不對 這樣打以後直接就這樣戳她屁股一下 因為真的喝醉 我真的看不懂她在幹嘛 結果當然那個 因為是國航的嘛 國航的 而且國航裡面有男生的這個 座舱長跟空少 直接就跟她來講說 這個位先生請妳注意 如果再犯的話 可能我們就要請妳下廢 或是怎麼請那個法律來處理這樣 她就可能那時候我跟妳講 只要這樣一口喝以後 馬上裝醉了 馬上都醒了 對 就沒有什麼 她就不敢了 這一次 然後最有一次最誇張 是我之前開那個居酒屋 也有日本客人來我們家 喝酒喝酒 喝一喝一喝以後 也是喝得很難 因為清酒喝了兩三罐以後 然後開始就是 她要找錢 錢的時候拿給她的時候 妳服務在哪兒以後 她就直接這樣 抓著人家的手 在那邊開始 摳啊 一直摳 然後重點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 咪咪在我的那個服務 她摳的是我老婆的手 所以我直接就不好意思 請我們那個廚師兩個人 把她直接架出去 把她丟出去了 天啊 對啊 所以其實那個 做的奧客都有 但是取決奧客取決妳 對她的態度 如果妳對她的態度是很堅強 然後跟 直接跟她說不的話 她們反而會收斂一點 如果你只是這樣 有點像吞人吞人的話 其實她們會越來越得寸進行 可能她還滿喜歡這樣 覺得說 妳敢不然妳愛喔 對不對 我有被那樣子摳手過 真的 哪裡誰 真的 我以前就是在當那個 我以前有在賣果汁 在我阿姨的店打工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一個服務生 就是賣果汁 然後每天就是都會有客人來買 然後我是真的碰過有一個老老的先生 然後每次來買 然後她都是買胡蘿蔔汁 她來買的時候付錢的時候 她永遠就是這樣子給妳 這樣 就這樣給妳 所以妳沒辦法拿 妳一定就會這樣 然後她給妳的時候 她就是給妳以後 她就這樣摳著 唉唷 好 小梁哥妳為什麼要這樣 真的 那個人戴了一個金色的帽子 真的 而且妳知道 因為被摳的人 妳第一次會懷疑 她是在摳我嗎 對 對 後來她每一次買她 都會這樣子 我就覺得兒好不舒服 而且她摳妳的時候 她還摳的時候 她眼神還會這樣 笑一下 就是拿那種盤子啊 請她把錢放在上面就好了 沒有 但我們也沒有那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是小的零錢嘛 因為都是果子 都是直接給 所以後來只要她一來 我就會看我阿姨 我阿姨就會過去幫我結帳 然後阿姨就摳那個 摳到副會手了 剛剛Paul哥這樣子一講 他剛剛一講 我那個那時候被摳的感覺 我瞬間手就 真的就會不舒服了 對 就想起來了 很可怕 有感覺 就是那個記憶 不舒服的感覺 那個記憶會回來 日本人是奧客算多嗎 這老師說不多啦 只喝醉就變成 但是我也看過 就是那個喝醉酒的日本人 我還是很有禮貌的 有一次我剛去杜利啊 就是我們去泰國 去哥哥吧 喂 我不要講這個故事啦 沒有啦 我是很好笑 就去一個酒吧 對 一個酒吧 對 一個兩組日本人 然後那個日本人穿西裝喔 然後就是中間的小姐很漂亮 而且胸型也就很棒 前往那個日本人喔 就是女生在旁邊嘛 然後就是很客氣喔 她感覺很醉喔 那結果就是那個 來的時候那個 因為泰國的 她是那個服務嘛 那個泰國小姐 什麼服務 就是給她交代摸 那結果呢 那個日本人很客氣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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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邊互相 請你摸 沒關係 請你摸 然後他們後 後來同時一起摸 日本人我還是覺得很客氣 很有禮貌 很有禮貌 好像英國人也是一樣吧 我們是通常 一點一點都沒有奧客 但是一碰到酒 酒亂七八糟 就是你們說的狀況 我都聽過了 在英國人的身上 在碰到酒後的事情 但是我阿姨 因為我的阿姨 她的男朋友有麻 她要麻 很貴的麻 會曬那個跑比賽的麻 他們去那個皇家的那個 傳統的曬馬場 每一年都會去 他們那個大活動 然後因為那邊的門票什麼什麼 都很貴 幾百塊銀棒 然後女王也會出現 因為是她的皇家的那個 塞馬場 但是大家走進去的時候 是我剛說的 超英國的 就是很油壓 就是女生都穿洋裝 就是那個貓子都漂亮 貓子都漂亮 這樣子走進去 但是後來 他們走去去的時候 不會走路 因為他們亂嘴 是那個裡面的服務生 都會放很多那個標語說 拜託要喝到空子 可以空子自己 不要喝太多 大家都說 我看不懂了 然後就亂吃亂喝 亂吃亂喝 然後他們的要求超級多的 他們會故意的奧客 就是想到什麼 我們可以放服務生 好就做吧 服務生說不要坐在那個桌子上 好我去坐在桌子上 好然後他們說不要站在這邊 好我去站在這邊 他們說不要露你的身材 他就 就這樣 什麼行為都是會做的 我好故意 對 這是英國的習慣 不好意思大家 就是這樣 真的 英國人都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看起來就是很紳士 平常看起來很紳士這樣 所以你都不覺得 他們會有這些脫序的行為 但我有一次跟我朋友 他們一起去酒吧喝酒 然後那酒吧是我朋友開的 然後他就特別跟我們講說 裡面有一桌都是英國人 然後我們就一看 全部都很帥喔 然後他們也都會是穿得很好的 這樣來喝酒 一小時以後 他們那邊裡面超吵的 然後吵到不行 就變得有別桌的人在抗議 就叫他們那一桌小聲一點 結果朋友他們就請店員 去叫他們小聲一點 然後他們一聽到以後 幾個男的原本是坐著喝 然後這樣子大個鬧 全部跳起來 就說哪一桌說我們吵的 然後 對 然後就是說哪一桌說我們吵的 然後因為他們聲音很大 然後大家就開始看他們那一桌 然後店員就說不是不是沒有哪一桌 就是我們店家 我們自己覺得可能你們太大聲 因為環境本來就很吵 然後他們又很大聲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哪一桌 我不相信是店家講的 他就開始抓他旁邊隔壁桌的 因為他發瘋了 他已經喝醉了 他就抓他隔壁桌說怎樣 你們覺得我們吵是不是 然後被抓的男生也很無辜 就說沒有啊不是我們啊 然後他又抓別桌 就開始整個在大鬧 然後開始差點都跟人家打起來 這樣英國人是怎樣啊 對啊他們喝醉了好可怕喔 你去其他國家 如果你是要什麼英國人 你要打電話定位什麼 做那個在餐廳什麼 復生會說 等一下我們有沒有八位的 他們是哪裡的人 他們是英國人 沒有位子 好好好 就是不要親他們的 真的是說 抱歉沒有位子啊 就是這樣 因為每一次會發生這樣 真的耶 原本看他們一桌襪都好帥 結果後面好可怕 那我好像不太會有喝 好像很少看到那種 沒看到喝醉的 不太會 不太會 我們喝酒有連起 總很小的時候連起說 不會這樣 酒量好的意思 俄羅斯是直接就開槍了 一開始就開槍了 對啊 其實不只是開槍 有很多不同的文法 對 什麼 是什麼 沒有就是 基本上對就是會打架 可是還會鬧啊 對啊 因為覺得 沒關係 這是我喝多了 這已經不是我了 就是 他們都是給自己這個藉口 我喝多了沒關係 我說什麼話 你不用我就特別在乎 我最討厭人家講這樣 對啊 像你說的那種無所謂這樣 然後清醒都不認帳 那你如果知道自己會這樣 你就不要喝醉 你就是沒資格喝酒的人 沒有用 都沒有用 我真的曾經也在美國 看到一個女生 也是英國人 她真的在超高級的牛排店 喝醉以後 就真的把上衣拉起來 然後這樣 就一直這樣子 結果最後沒辦法 真的請警察來把她嫁走 那你們覺得各國有一些 美感要注意 對不對 可能或許 其實我們在台灣 覺得很平常的動作 但在外國人的眼中 我們可能是OK 不可以嗎 怎麼了 像日本都會這樣 要求加蔥加湯 怎麼了 對 因為這個 這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像台灣 譬如說滷肉飯 像吃滷肉飯 譬如說牛肉麵 對 或是牛肉麵的湯 老闆可不可以多一點加湯 或是可不可以加蔥 是應該可以的吧 滷肉是可以的嘛 但是如果在日本的話 真的要看情況 而且通常我們日本人 不太會跟老闆要求說 以往拉麵已經出來嘛 我們沒有聽過 一個日本人是可不可以加湯 我沒有聽過 沒有可不可以加蔥 真的沒有聽過 因為拉麵 這是以往已經是一個 完成的一個成品 成品 對 然後加上 譬如說好 這一家是如果人手店的話 加湯還有加蔥 應該要加錢的 對啊 因為你們機器外面不是都有 直接勾結加錢 直接勾結加錢 對 勾結 但是我的意思是 有些就是我幾個台灣朋友 來到日本的時候 夢多你可不可以幫我 就是問他是加湯 我說 我連問都沒有問 我說 蛤 你要通過拉麵 然後是你要現在 是不是叫問他是加湯 這個太沒禮貌了吧 這是我們的日本人的想法 是這樣子 但是台灣人的想法是 你怎麼那麼小氣 這加湯當然有什麼 但是 因為那個日本人那個 那個高湯有沒有 他們已經商好 今天買多少的量 對 如果今天少了 像我們章魚燒也是啊 那今天就是那個 少了麵粉 少了那個蔥 是 就走不了啊 那是酸好的 所以就是 而且我們不想浪費掉食材 所以就是稍微 這個是台灣人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台灣人的這個 溫暖度就在這裡 有時候我們去吃火鍋有沒有 沒吃完要打包 他說好 我幫你加湯 讓你打包回去 你加的湯比別人原來太多 對 對 其實我懂這個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吃 然後你開始加東西 真的是不尊重廚師 因為你不知道他講怎麼樣 對 在英國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還沒有開始吃 但是加鹽巴 然後胡椒粉 那個是他看到就覺得 好生氣 沒有先試吃一下吧 但是其他的 在台灣的習慣 但是在自己國家 就是 舉手叫服務生 舉手叫服務生 他舉腳我就可以嗎 對啊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住台灣了快十年了 所以我就是習慣了 比較多在台灣的餐廳 如果是服務很慢 還是你要他注意你的話 就這樣 對啊 就是舉手 對 回一下 但是在英國那個沒辦法 這個是超級拗客的 他們不會舉手叫服務生 他們會大吵大鬧 對 聽心的話 你過來 聽心的話 你一點都不行 不行舉手 所以那個我們的 那個叫服務生 就是如果他走一走 就是要找他 有等他看你就 就是這樣 他是不一樣的人 就比較遠就 就是這樣 你沒辦法動手 還是你要動手的話就 就是這樣 小小的 那他要是一直都沒有看到你呢 對啊 或那服務生一直看上面呢 幹嘛 他幹什麼 他有一個習慣 他們知道我們很關心那個服務生 對我們的感覺 所以我們不要讓他們覺得 我們很沒有禮貌 但是因為我是住太久了 我去年 兩年前會去的時候 在一般的餐廳跟媽媽肌膚兒 妹妹什麼 然後我們在那邊 我就看完菜單 然後妹妹要改她店的什麼 我就開始 等一下 然後那個一個十九歲青少年的服務生 就過來就說 我不是一隻狗 你知道嗎 就 直接這樣子 也不是這樣子講 然後我就發現 對 對不起 我沒想到 我就是一件舉手 然後其他的客人也是看我 我只是以為我是外國人 那個想美國人那樣的 那如果我吃到一半 就是肩膀忽然很痠 但我想要做這樣伸展 那可以嗎 要讓你注意我 可以 可以給我一杯水嗎 對不對 然後就是對 他罵我 對不行 不行這樣 可是真的他說 我住英國好幾年 然後他們那邊的服務很好 然後 真的 你要去法國你會看得到 真的 英國的服務很好 但是他們不敢就是 跟別人說 這個東西不開心 什麼的 所以問題是 如果客人不開心 他們就是不回來而已 他們 所以對他們的生意來說 是真的不好 在法國他們不開心 會說我不開心 我覺得這個還好 OK 但是英國人他們大部分的時候 不會說的 百分之一百的人 他們就是會離開 然後沒有回來而已 餐廳裡面如果不能叫服務生 或是伸手 對啊很難 我跟你講我就曾經在歐洲 我忘記是法國還是倫敦 然後就是真的坐在那邊 等一下 然後一直在等大家這樣 眼神交流 然後沒有人要看我 對啊 然後所有的服務生 真的走過去他就裝忙 餐廳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貴還是不貴 好吃是在法國 喔 喂 我這樣管好那麼簡單 是很好 你有時候跟小朋友 一起去吃飯的 在餐廳 你就可以跟他說 你尖叫一下 然後他們會注意你 所以就是說 你叫服務生 啊服務生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是他 那其實我要點菜 很好就是 太累了吧 對 不是 好累耶 我剛剛又騙了吧 那而且大家的目光 還不是又集中在你這一桌 又覺得你沒禮貌 對啊 日本是可以直接 日本可以吧 不好意思 這樣可以 對 而且大部分桌上也有零 都可以 我知道好像有一個 是應該全世界都不行吧 就有一個奧客的行為 可是你點餐的時候這樣 喔 那不行 想止 這樣不可以 那個好像是都不行 韓國可以這樣子嗎 直接 韓國也不行用這樣 我們都用聲音 對 直接叫吧 對 用叫的 直接叫 對啊 不能這樣但可以這樣 對 那是說 不會韓文怎麼叫 不能這樣叫 對 可是如果不會韓文怎麼叫啊 對 不好意思 對啊 可是韓國人的英文很爛 所以怎麼叫啊 蛤 可是韓國人的英文很不好啊 怎麼叫啊 日本人也很爛 不好意思 應該大家都聽得懂 可以啊 全世界都可以 而且我們連點菜都要用講的 對 不能用紙的是不是 對 要用說的 邊叫的時候就空中點菜 空中點菜 空中點菜 不能拿著這個菜單 然後說我要這個這個這個 這樣不行 集成這樣喔 男生的個性很齊 可是因為我們看不懂 可能我們只能突遍 突遍啊 外國人沒關係 在韓國的話是禁止 沒有喔 最簡直在那個什麼 Take的時候啊 那個 大球 大球 真的是沒有人理由耶 所以就是你講的沒錯 所以我看那個 Ajuma的timing 然後那Ajuma跟Ajuma 是那個聊天的過程 像節目一樣 可不可以是切換 我現在 小心喔 聽到話了 可是沒有 就這樣 不然他不會理你 不會理你 就會一直聊天 然後做自己的事 真的喔 真的不會理你對不對 真的不會理 那美國咧 美國是 我覺得在美國這個 我們不太會發生這個事情 美國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我們就是簡單這樣子 因為在美國 基本上 我們每個服務生 都是在注意他們的客人 為什麼 拿小費 這是為什麼台灣一直發生這個問題 但是美國有一件事要注意 因為他一個服務生 就是因為要拿小費 他會負責同一個桌子 對 像我們沒差 不能亂給 我們就會亂叫服務生 他們不行 對 比如說這個 我的服務生是他 可是他在忙 那我現在要撿東西 我就去找第二個服務生 他就會說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服務生 我叫Karen 所以需要任何的服務 來找我就對了 對 就是為什麼這樣子 二樓市也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是叫另外一個 他們會 就是自己 就是彼此吵架 會以為是 搶客人 那二樓市要給小費吧 對不對 對 要給小費 對 因為我們沒有像台灣 就是 他是自己也算這個 就是10% 服務費 對 我們是自己確定要多少 可是因為有一些人很消氣 他們可能會 給你只有五塊錢 他剛剛說小氣 也不小心撇了你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會知道 你剛剛有在轉答給我的意思 沒有 沒有 我這是給你介紹 謝謝 對 就是可能會 給你這有五塊錢 就是這樣子很不禮貌 所以他們現在會說 我們建議你的這個 就是訂單 可能10%以上的消費 那有一點跟美國有一點像 對 他會建議 美國不值啦 那你們俄羅斯教服務生 也是可以這樣叫嗎 對 可以這樣子 就是可以 不好意思 對 也可以叫 對 可是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服務生 每一個人 所以要我這麼花招就對了 也可以這樣 手指動作 什麼都可以 對 OK 那需要這樣嗎 你看什麼 這是那個表演 點菜 不是伴舞 好 對 台灣我覺得有一個 很好的 打包外帶 不要浪費 對啊 這個是真的不要浪費 是很節儉的 對 但是在法國 我們沒有這樣 如果你去法國吃飯 餐廳 然後你就沒有测碗 你看他們說 倒包 要倒包 他們在看一次 為什麼 就是 我們沒有 真的嗎 真的沒有 那如果真的像很多 沒有 你沒有测碗 你沒有喝碗 就是這樣而已 點太多 台灣真的 台灣的服務 像你去台灣的餐廳 那是你去台灣的婚禮 也是一樣 你 他們有很好倒包的服務 他們會幫你 全部有杯子 有喝子 有什麼 當然也可以帶出來 法國沒有 然後我們覺得 也是很沒禮貌 如果你去別人的婚禮 然後你 像你也會 台灣你會拿花 你去婚禮也可以拿花 對 會這樣 法國也不行 欸 打包玩話 是不是只有我們 美國 我覺得是 美國也有啊 美國也有啊 國際上 到底要怎麼樣打包 才適宜 OK 沒有 本來就是 沒有 什麼意思 沒有 因為你參加的婚禮很大多啊 婚禮歌手啊 對啊 但是我現在不打包那個紅酒啊 是 因為現在有 沒有 因為現在都有香檳塔 所以就是 哇塞 就是最好的香檳就比較快 進攻香檳塔了 美國也有 對啊 我們本來 也可以打包 也可以打包 但是因為美國的分量真的很大 對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很多次 就是可能是吃不完 吃到一半 我們就說啊 可以拿這個去嗎 而且我覺得在美國 這個可能要提醒我們台灣朋友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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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東西 台灣朋友好不好 你在泰國也有錄影是不是 除了 除了吃的以外 也可以打包 打包一個東西 你的飲料也可以 對 你可以跟他們說啊 這個這一杯那個可樂 你可以幫我續杯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外帶杯 對 我要帶回去 可以 然後再帶走 所以他們很好的好處 對 對 一餐吃很棒 因為都很大杯嘛 對啊 這個不好 這個法國餐廳現在 我們像麥克頓 這個Burger King的 曲包也不行 續杯喔 曲杯不行 他們以前有 有這樣是自己服務的 然後你可以一直 他們現在是不合法的 因為把小朋友喝 一直喝一直喝 然後變 變像 有啊 美國現在也有 它的杯子底下有個chips 所以你一定要 比如說他review 它一定要超過五分鐘 才能再續下一杯啊 現在有這個東西喔 有比較高檔的 比較高檔 快當了喔 真的嗎 對啊 所以他就是想 他就是有點怕 第一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第二他怕 你可能一直續杯 倒在自己保護褲 續杯倒在自己保護褲裡面 有有 上次徐小可好像有講過 真的喔 韓國的話是這個 這個在韓國是非常大劑 真的 我之前聽很多台灣的朋友 跟我說他們到 韓國每次買完東西走的時候 後面都 就一大堆罵你的字 對啊 然後每個人都跟我抱怨說 哇 你們韓國人怎麼 脾氣那麼差 是怎麼樣 後來我在韓國 有一次在宏大逛街的時候 我親身經歷 來問了價錢了之後 又不買 直接走掉 這個在韓國非常嚴重 是因為我們呢 性質很擠 覺得我們這個時間呢 就是要來銷售 不是給你浪費時間 我們會覺得你 在騙我們 我們被騙了 對 可是有時候問了價錢 這價錢太貴 就真的沒辦法買啊 殺不下來你沒辦法買啊 可是只要在韓國 做殺價這個動作呢 就是你要買 所以我才問了價錢 來跟你殺 如果你問本來就覺得貴 你就走了嘛 就不要買 就走掉 不要跟她這樣子 花很多時間 對 完全浪費你的錢 她時間到沒辦法做別的生意啊 對啊 怎麼可以個性擠成這樣 對 就殺不下來也沒辦法 真的 那你們有沒有看過什麼 就是那種怪獸級的奧客的 有一次去結了一個婚禮 然後譬如說 哪一場婚禮就是 譬如說一萬塊 然後就是要收錢的時候 我就是跟 我要跟誰拿錢 一萬還是十萬 譬如說啦 OK 一萬塊 一萬塊美金 不要這樣 譬如說 一萬塊台幣 然後就跟她收錢的時候 我今天有人要通知我 你在台灣 一定要先輸那個錢 在她的面前輸 看一下她有沒有對 所以我先 美國人我會有一點不好 不好意思 做這個動作 但是我現在都會把那個 錢打開 然後稍微在她的面前算一下 我不知道台灣人 都是一定要這樣子做 但是有一次 我這樣子做 把錢拿出來 然後開始算 一二三四 為什麼只有九張 本來是十張 然後再算一次 她說 不好意思 這裡是少了一張 她說 是少了一張 你們美國人 就給我九千就好嘛 她說 本來就是要一萬塊 不好意思 她說 沒有啊 美國人你們都那麼小氣 還冒我小氣 我想說 我們已經講好一萬塊 而且你前面一定殺價了 有沒有 比如說原價可能是一萬五 我已經給她一萬塊 那現在跟我說 燒了一千塊 你還這樣子計較 什麼意思 突然就怒搬她的酒 對 那一次我拿了食品 沒有 沒有 不能這樣 沒有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你明明就是 就是明明講好什麼價錢 你就找這個價錢來走嘛 台灣有一次我在 台北拜婚禮現場 然後有個人 就是新郎跟我說 欸妮可 那邊的桌子 你不需要拜他們 我說 好 為什麼 那她說 我不知道是誰 蛤 她說 不是她的家 也不是她老婆的家 她說這六個人 那邊有六個人 我不知道是誰 然後才發現 這個六個人 他們都給小小的紅包 就兩千塊而已 然後 六個人來 有六個人來 然後就給兩千塊 然後也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是誰 就太豪客了 就很沒禮貌欸 很多這一種 到現在還會有人這樣一個 就算他一個人來 尋的 500 600這種怎麼 對 還有專業就是來那個場地尋的 看哪一家就進去吃的 對 真的很多 我發現 第一次 台灣人超級豪客 是在飛機上 然後是我 隔壁的台灣人 跟我中間有一個可以按 所以我按一次 他注意到 就看到我按了 然後 那我葡萄就來 他也是說 喔 我也有一瓶 所以那個來的一瓶 然後他很快 然後他 再按一次 不到15分鐘 他按了 然後他來的時候 你要什麼 喔 咖啡喔 他走了 過後15分鐘 他按了 喔 我要水 然後過後 啤酒喝完了 可以再給我一杯嗎 然後就是一直按按按按按按按 所以全部的那個旅客就看到 是我 因為是在中間 他一直按那個服務令 按按按按按 真的很 對 這個可能就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嗎 怎麼呢 每15分鐘一次 沒差 我現在都是直接跟服務生說 不好意思 我這一杯煎糖 可能要一直續杯啊 我就說從台北飛到美國 我至少可以喝15杯吧 15杯 15杯 對啊 就是因為它是免費的啊 為什麼不行啊 你真的是美國人嗎 你是奧客 這個是免費的啊 就不用 我現在都不用按 我就說我這一杯快喝完了 都直接大叫 review review 就是也是他的問題 就是他是每15分鐘 每15分鐘一次點東西喝 然後每20分鐘要站起來去上廁所 所以是鬧到我 OK好 我就是解過一下 回來後有解過一下 對 叮叮點的 解過一下 OK啊 回來了 解過一下 他很 不要 不要 一切事情吧 一次講完 而且妳在飛機上喝太多 很容易吃太多 對 容易喝醉 OK 我一個朋友 他是開那個小甜點的店 他是開一個小店 然後就是他常常會幫試吃活動 因為台灣人就很愛試吃活動 然後就是他把每個甜點切小塊 然後就是放在一個盤子上 然後就是請我幫忙就是 出去跟大家說要不要試吃 然後我就發現有很多台灣的 就是年紀大的阿嬤過來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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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他 因為他不是有那個叉子 他就叉一次叉 叉奴耶 變串燒 然後再加有他的老公朋友 小孩 然後就說 你們吃 大家吃啊 然後就是 最後也不買 吃 因為我 好 你不買也沒有關係 至少你跟我一個反應對不對 你跟我說好不好吃 因為反正我們辦這個試吃活動 他就是好吃 才一直吃 對啊 我覺得是台灣的服務真的做得太好 對 然後把大家都寵壞了 像我覺得塔下講的這個 你知道太多了 像我們去Costco 不是很多都是試吃嗎 你知道我真的活生生看過一個阿嬤 她在試吃豬肋排 那豬肋排因為有骨頭嘛 也是弄小塊小塊 我最討厭就是 比方說每一個都有叉子 可是她自己拿一個叉子 吃到嘴巴裡面以後 她再用她自己的叉子 再去擦其他的 那是不是大家都不要吃 對啊 然後真的有一個阿嬤 她吃完以後 你知道她甚至跟 因為辦試吃 在切東西的也都是阿姨 她就跟那個阿姨說 你這一整條都給我嘛 我孫子在那邊 我拿去給他們吃 阿姨還來不及講話 她直接真的用手 去把那一條就抓起來 後面也就沒得吃 然後還有 你知道我還有在 一定大家都看過 去Costco 或者去美式賣場 大家都拿什麼 什麼洋蔥啊 什麼你就吃熱狗嘛 真的就是有看過 有一個勒扣勒扣的盒子 對啊 一桶的喔 去裝洋蔥 對啊 然後還有看過 有人把紙巾盒 整個蓋子打開 手伸進去抓一半 真的 酸黃瓜那些 超多 連番茄醬都有人在拿 對 我就覺得怎麼這麼鬆 她不拿 她晚上怎麼擺攤沙味 對啊 是不是妳也會這樣子 沒有 一定會 而且還有一個Costco的奧客行為 什麼 都會有那種阿姨在水果區 把禮盒打開 然後挑好的水果 換水果 對 對 好的都集中在她那一盒 對 或是大顆的都在她那一盒 我還有看過就是那個雞蛋 不是一種盒子 然後就是油分 就是比較便宜的中價錢 然後就是比較貴的 它就是便宜的雞蛋 那個盒子打開 把這個便宜的雞蛋拿起來 然後貴的放進去 然後這樣子換 還可以這樣嗎 因為你結帳的時候 它就是要刷那個便號 所以它看不出來是便宜的 還是貴的 對 怎麼沒有想到 喂 可是這應該不是只有台灣人吧 那美國的Costco也很常看 那種那種打開一半的 沒有 沒有 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那天也是 因為跟我去的就是一個美國朋友 你知道他真的傻眼了 他就說 怎麼台灣福利這麼好 那我真的要搬來這邊住 真的 對 因為他以為是可以的 對 可是他就覺得 怎麼都沒有人說NO 但是在台灣 台灣的豪斯多現在已經學會了 他們本來 他們有一些東西 例如說他們那個 聽說他們有找你去給他們做獎座 下個月 不是 他們現在不是 之前都是要拿那個殘子嗎 對 就是他們會很多人會進去拿了一碟這麼厚 對 那這碟放在包包 現在他們已經改了 就是 就是有點像 用抽的 用抽的然後就是要試下來的那一種 對 就是一條這樣子 因為他們現在台灣朋友不會這樣子拿 你看今天天那麼多 天底下真的沒有白吃的舞台 對 如果你遇到的話 那就去吃吧 喂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像我最近就是自己開店 遇到就是很多奧客 然後比如說 因為 就比如說我的朋友來的話 就是我找到帶什麼都 我都無所謂 因為這個是我的店 我開的店 是 奧客不就費丹尼杜利 對 加斯汀這一種 他們從來到現在沒有付過錢 亂想 沒有關係 就是只是 這個是我已經心裡 準備好的一件事 反正他們沒有前面的工作 沒有知名度 所以很可憐 所以沒關係 但是主要的是 主要的是就是說 是正常的客人 因為我們的公司也是要賺錢 那就是一定是理論上 而且就是我跟我不熟的朋友 如果是每天來 然後他想跟我喝濃一點 然後主動的 沒關係 要不要我幫你加雙倍的酒 這個就無所謂 但是有些就是幾個客人 老闆就是你們的高球 有點燙耶 可不可以就是加一點的威士忌 我說好 但是要加錢 因為那個是要成本 是 蛤 還要跟我說錢 那為什麼你們還不知道 調特別的蛋 沒有 我加 那個玻璃杯裡面是 加了35CC 很多耶 你下次加加看40CC 那就是那個加錢調高一點 是 然後他 還自己 不是啦 是醬 他自己加 然後OK 好 有點傻眼 但是我就不想發皮膠 好 OK 然後就是有幾個客人就是說 那個 你們的美乃滋為什麼 就是讓我們自己加 因為我現在的美乃滋 不像之前夜市買的手工美乃滋 手工的啊 對 現在是日本經過的 就是老師說 我們店裡的章魚燒裡面是 這一個就是美乃滋 你也在 你再不手工打美乃滋喔 因為手工美乃滋 不能就是那個 因為我太滿了 你戒掉這個習慣了是不是 沒有啦 手工美乃滋也好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覺得日本的Q-PID 比較好吃 是 然後而且比較方便 而且是味道比較穩 所以我決定要做這個東西 那結果就是 來來來 他自己加 心理商 加到快三分之一耶 那一罐是兩百塊 你 我賣了那個大概一百 八十啊 一百塊的章魚燒 然後心理商說 哇賽 美乃滋的成本超過三十塊 那你幹嘛叫他自己加 他搶啊 那我就是我對客人也就是不會 講什麼 而且是有些 好 我知道那個人 一定是那個人 就是後來網路留言說 哇 你怎麼敢 那個買 六個一百五十塊的章魚燒 夜市六十塊就吃得到 我心理想說不好意思 夜市的東西也很好啊 但是主要的是 夜市是材料 費十塊 賺到五十塊也好 我們家的章魚燒 就是成本超過三十五趴耶 那心理想說 而且是講得很 哇 他說就是我 兩個月一年一定會倒之類的 哇 這麼準喔 我現在那個 好啦 不要這麼準 不要詛咒人家 這麼很新喔 我已經成功一個月 好 剩下一個月我先看看 是 因為你有在夜市賣過 所以你知道中間如何偷工減 不是 因為我在那個夜市賣的東西 就是盡量那個時候 拿得到的最好的材料 但是不像現在可以用的那個章魚這一塊啊 還有蔥啊 棉粉 沒辦法用到那麼好的東西啊 這是應該的啊 而且是我們就是四個員工耶 那時候我就自己弄嘛 而且是那個房子費太扁那麼貴耶 對啊 所以聽完這個故事 我要提醒我們所有台灣的朋友 如果你去蒙多店家 點他們的章魚燒 是 跟他說你要自己拿美乃滋自己加 你要加多少都可以加 而且要記得帶一個袋子去啊 然後將一些美乃滋帶回家 因為他用的這個美乃滋很貴喔 你帶回家用會更好吃喔 好了吧你 你那時候在夜市賣的時候 是賣一盒多少錢 六十 不一樣啊 材料不一樣啊 材料不一樣啊 沒有 大小也不一樣啊 大小 大小不一樣 然後張宇也不一樣 然後盒子不一樣 那時候年輕的時候比較小顆嘛 對 現在比較大顆 而且房租也不一樣 那時候才一萬多而已 我現在在那邊是快六萬耶 對 對 其實開餐廳很容易遇到這種 各式各樣的奧客 像我們之前那個 代理這個日本連鎖拉麵的時候 我就有遇到說 那個外場人 因為那時候在那場主 外場人跑來說 有個四個學生說 他那個麵不好要換 那時候因為人太多 因為那時候禮拜六 晚上人燒多 我說好了好了 那個時候就想說沒關係就換給他 而且重點是 他四個本來是點豚骨拉麵 後來來換的時候 居然是換醬油拉麵 所以完全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後來我在忙完的時候 我才拿他來看說 他第一碗已經全部吃光了 以及重點不是說 吃兩口就沒有 是全部吃光了 然後第二碗的 不同口味的醬油拉麵也吃光了 然後那個八碗 全部給我吃乾媽盡 全部吃光光 然後都不付錢 那個八碗沒有付任何一帽錢 結果我後來才問 因為休息一下 我再問那個服務生說 他們的那個理由到底什麼 為什麼要換 或哪裡出狀況 他說他們抱怨說 那個四個 一開始那個四個碗裡面 每一個碗裡面都有頭髮 然後我說 蛤 頭髮 可是是我煮的耶 我煮的那時候 怎麼會有頭髮 那頭髮哪裡來 對 我說那頭髮哪裡來 還是你那天穿的是吊嘎 毛的衣服嗎 你到底要哪裡的頭髮 對 然後我想說 好啦 那可能就是他們自己帶來 或是說直接拿去 那也就算沒關係 後來我是當天晚上 還看到他們在我們的粉絲網上留言說 這個服務很差 食品裡面有髒東西 下次不建議來 我說我都換給你八碗 不用吃免錢 居然還批評我說 留給我一顆心 所以說那個頭髮也不知道是誰的 而且你哪裡痛 他往哪裡踩 真的 可不可以是別的地方的頭髮 那他就虧大了 你講別的理由 他還沒有那麼生氣 對 我還可以吞下去 真的 是 像遇到這個奧殼的事情 這個真的是 名列我心中第一名 就是大家如果有去過韓國冬天的話 知道我們一定都零下十幾度 然後你進室內的話 地板一定都是熱熱的嘛 對不對 之前我聽我在飯店工作的朋友說 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就是冬天來入住的時候說 房間很熱很悶 就是要求開空調 可是外面零下十幾度 我們全韓國都是開地抗 沒有空調 中央是設定不行開的 他就說他就是要開 那不然的話麻煩你回去 把窗戶打開 吹一點風 他就說 現在外面那麼冷 吹這個人的風冰的 我不要啊 如果你現在不幫我升級房間的話 我就要退房 而且我要錄影 然後告訴台灣記者說 你們飯店有多爛 我跟你講 你就讓他錄影 因為台灣記者只會關心 夢多跟誰同居 對 大妹沒那麼無聊 大妹很忙 對 後來就也沒辦法 我朋友就幫他 升級 他就是可能要 大房間 對啦 大房間可能空間大了 他就覺得沒那麼熱了 對 對 那有人自以為 花錢就是可以當奧客 有些人就是有這樣的心態 但是有時候呢 你還是會踢到大鐵板的有沒有 對 我有遇到過我自己個人 因為在俄羅斯我們賣衣服 我們其實是可以退貨 就比如說 我當天去買衣服的時候 我可能內衣或是一些衣服 我看不出來就適不適合我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先買回家試穿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藏到 什麼都沒有 我就可以再退貨 等一下 內褲也可以喔 誰會先試穿內褲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穿的內衣 不適合試穿這件衣服 我可以帶回家 就是跳隊的 實穿 因為可能就是好 我覺得比較樓的對不對 如果我穿的就是 又一跳一跳在這邊 就是不好實穿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 以為在台灣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 你是去哪一家買啊 Sogo 我去Sogo買 然後 就是因為Sogo就是 莊櫃是不是很小 對不對 然後 他們每一家莊櫃 只有可能 一兩個 那個 Fitting Room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剛好有人 那時候是我中午去 我就是從公司過去買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可能沒有時間 就是等這麼久 我要先買 然後我就回家試穿 他也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買了 但你有跟他講說 那我有沒有 我是如果不行 我可不可以拿回來 退換 我有講 他說 比較不要這樣 最好不要 他說最好不要 我以為他是可能 就是不喜歡別人退貨而已 沒有沒有 因為他可能有的說 內衣褲好像不太能退貨 那個不行 退換貨 沒有 因為我買的是洋裝 不是 他一直是說 因為他那一天去的時候 內衣穿的不對 所以他想把他買的外衣 全部買回家 搭配好的內衣穿 對 就看適不適合我 顏色啊 什麼其他的 然後我就那時候買了 你也蠻古摸的 全部試完 不是就把肩袋 拉下來就好了 沒有 那時候比較重要的 就是衣服要去參加一個活動 所以比較重要 那時候我就買了一萬塊多的東西 然後帶回家試穿 我發現東西都很大 然後我就隔天 我拿這些東西說 好 我買了十件 然後我就說 好 三件我要留著 剩下的我要退 他說不行 我說 可是這新衣服太大了 我現在可以找你面前試穿 你會看到 就真的不適合我 他說我無所謂 我們不提供退貨的服務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也沒有跟我 就特別講 他說你可以看那個明細表下面 就是很小 很小 自己有寫說 我們不提供退貨的服務 我說 可是我看不到了 這樣子 你必須跟我 就是 介紹啊 他說我無所謂 你只能還東西 不能退 只要換小的尺寸 對 可是也沒有更小 所以我不得不 我就換了 超多一抹一樣的白色的T恤 所以我又 因為他不能退錢 不能 你要退別的 換別的商品 因為實體店家 實體店家 對 因為只有他們家的T恤 跟我的尺寸差不多 所以 但就是要問清楚 真的要問清楚 對 因為其實他們是覺得 這個是很奧客的行為 可是在俄羅斯是很正常 你試穿 你帶回家試穿 你看鞋子 可能褲子啊 什麼都配好啊 好 就可以留著 不行了就退貨 可是其實台北 台灣有很多的地方 是可以給你退的啊 要看商品 但是就是真的要問啊 有些店家會跟你講 你那個Apple今天拿回去 試穿如果不OK 你再拿回來換別的也沒關係 對 他們通常都是 不可能退錢 但是是可以給你換貨 換別的 對 那俄羅斯可能就是都可以 這樣退換過 對 美國也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 是 美國一年都可以 對啊 要看店家 這個也要看 因為我們不要再 一直開玩這種 開玩...開這種玩笑 因為有一些地方 例如說 Walmart他們可能說 這些商品 例如說電視什麼的 你只有六十天以內可以換 對 那有一些電視衣服啊 可能是九十天 或是一年這樣子 你要看店 你要看那個 他的商品 是耶 那日本... 但是跟台灣差不多 內褲啊 襪子就不能退啊 外衣那一些 沒有 襪子跟內褲也是也不能退 可是上衣 洋裝 上衣是要看店家 對 因為現在日本也是從國外進來的 店比較多啊 對啊 所以看那個... 每個公司的規定不同 規定 英國不行 英國沒辦法 如果他們是給你試穿的話 那是代表你已經試過 然後你帶出去就是你的錯 如果他是沒有穿好 是你的錯 那如果沒有試穿呢 沒有試... 他們會說你為什麼沒有先試穿 我們給你那個服務 是地方可以試穿 是給大家先試穿 對啊 因為我們不會退 所以很多人就會 如果有什麼不好穿的 他們會弄一個洞啊什麼什麼 所以說破了 破了 那三四天內 OK的沒有問題啊 給你要錢麻煩 我們英國人真的很OK 對 對 第一名啊 但是以後要去英國退貨 大家知道怎麼弄了 對 我們美國有一個更厲害的一招喔 對... 例如說你去買一個電腦 你這個電腦 你可以就是六十天以內 或是一年以內把它退貨嘛 你就是去用一用 那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到九個月的時候 你去買一個全新的 跟它一模一樣 對 那你把你舊的放在那個盒子裡面 那把它舊的拿回去退貨 那你就說你不要 那要留下來你新的這樣子 對 沒錯 這招很厲害喔 你現在是在教大家 對啊 就是要教大家 也要怎麼做 這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們美國的債務要越高 對 你終於都倒光了 對啊 在英國以前 Mark & Spencer有一段時間 他們有一個是你... 像他們買很多衣服 然後衣服可以回來 但是以前是需要發表 他們有一點時間 他們說你們也沒有發表 我們也可以還錢給你 對 有一段時間 問題是他們很快就發現 有很多人他們是去哪邊 拿衣服 東西拿掉 然後去哪邊說 我不喜歡這一件衣服 我現在會來 對啊 因為沒有發表 所以以後就不行這樣 美國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 Neiman Marcus 他不是就一年之內都可以退嗎 然後大家就會說 那一年那我發票 怎麼可能存那麼久 對啊 所以後來有一陣子也是 他退東西都不需要發票 大家真的狂退耶 完蛋了完蛋了 就是那種... 而且是離譜的 就是他那種可能棉被已經發霉了 就是你一看就是用超久的那種 然後或是他鞋跟已經被他穿到整個磨水 就是你知道他很常在用這些東西 他拿去退也是給他退 還是退 對啊 政策 這會倒閉吧 會 但是我默默的以前 不是我啦 就是我跟我朋友們 以前也有做過這種奧客的行為 就以前學生時期 你要去吃Buffet 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一定要吃到最飽 要不要吃到撈本這樣 然後以前就有碰到那種可能就是 他有時候Buffet會有那種活動 可能兩個人同行 一個人可以免費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揪了一群朋友 我們就差不多七八個吧 大家一起去吃 然後吃的時候呢 我們進去的時間其實是比較晚的 但我們不知道他只有開到九點 但他八點 七點五十的時候我們進去 他還是放我們進去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大家就一直吃吃啊 然後吃到差不多八點半的時候 就有服務生過來就跟我們講說 可能我們就是差不多東西要收了 所以如果要吃甜點的話要趕快吃這樣 然後但是我們很多人都才剛開始吃主餐那些 然後我們就說 可是我們也才剛進來 那如果到九點的話 你們為什麼七點五十塊八點了還放客人呢 然後那服務生就想說 喔好 那他就去講一下 還有他主管就講說 好那就讓我們吃久一點 然後因為為了要等我們 所以他們所有的那個buffet東西都留著 就是其他那個甜點啊 那些全部都留著 就是等我們晚下班 然後我們就吃一次吃一次 我就眼看著其他桌的客人 都一桌一桌開始離開 我就開始跟同桌講說 我們要不要吃快一點啊 因為這樣有點不好 也是尷尬 對 很尷尬不好意思 而且所有的 就是其他那些buffet的那個工作人員 全部就是看著你這一桌 看你們什麼時候要吃完 然後我們這一桌就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就吃一吃 他就說他這樣子實在是 沒辦法吃這麼快 然後壓力又很大 然後他默默的就把包包裡面 拿出一個袋子 就開始把桌上原本拿的一盤那個 就是燙的那種蝦子 倒到袋子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裝到放包包裡 然後其他人也不覺得有什麼 就這樣說那你還有什麼 他說你再去幫我拿一盤牛肉 然後其他人就拿牛肉 但那時候是學生嘛 我就想說他這樣子好嗎 不好吧 然後就打包 藏到包包裡這樣子 後面就差不多時間 因為我們是最後一桌走的 然後就拿一拿出去 然後但是其實桌上還有很多 是那種服務生來收 但是我們根本沒吃完的盤子 可能其實還是很多食物 然後就給他收走的時候 大家也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覺得太浪費了 然後他就把那些有一些 就覺得不要讓他們收那麼多 就把他打包到包包 後面要走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大家就要結帳嘛 然後那個女生就站在比較靠近 服務台的地方結帳 他把東西放在包包裡 可是他的錢包在這裡底下 哇 看到了 他就把 賊心必敗 對 他就把包包打開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掏 然後就塑膠袋的聲音 然後那個服務生就只是瞄了一眼 就看見他居然有帶食物出去 他就跟他講說 因為蝦子還在裡面跳 活跳蝦 太活了 活跳蝦 然後就被抓到了 然後就說 那個小姐 你就是不行這樣子打包喔 然後就說 可是我吃不完這樣子很浪費 你們也是丟掉 為什麼不行打包 然後反正最後就是討論了一下 然後我就在旁邊 就躲得圓圓 好丟臉 對 因為一群朋友嘛 然後最後 他還罰了我們一個人的錢 對 因為我們原本是 對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結果沒省到 我們還多付一個人的錢 可是為什麼他的朋友 沒有幫他付錢就好了 然後他們出去去跟他收錢就好了 為什麼其他人不先付錢 沒有啊 我們就是兩個兩個 一個一個付 藝人免費 我們就是大家算好說 那我們三個人一組 然後平均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所以那個錢 我們三個人平分 所以大家就在旁邊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大家知道 都食物在他袋子裡 你減少這貢獻 你們就先幫他把錢付掉 出去這個拿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的那個三人小組 他不是跟我同一組 他是名字組的 因為反正被抓的也不是他們 哇 真衰 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朋友 還是要叫了一些 真心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 如果你去點什麼漢堡 你如果你要多加菜 多加上菜 這些東西都是免費的 但是我們多台灣朋友 他們可能已經學化了一些 不要說是學化了 但是已經學到了一些 在台灣就是說 你買麵 你可以說麵要分開裝 然後湯分開 然後醬分開 但是在美國 這是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一個台灣朋友 上次我跟他一起回去美國 他去點了一個漢堡 然後就說 我的麵包 跟要分開 菜要分開 然後肉要分開 在美國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美國不是說 客人最大 因為美國人都這樣子講 客人是王 但是他們說 沒有這件事情 他說 你沒有了 那這樣子我就是要寫電郵 給那個大公司 讓他們知道 你沒有服務到底 然後最後那個服務生就說 好 你要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幫你分開裝好了 然後肉分開 然後那個麵包分開 菜分開 算一算 本來他要付三塊的美金 就是買這個漢堡 最後那個價錢變成七塊美金 也差太多了吧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開始分開算 比如說你要多加一片肉 是這個價錢啊 那菜就是分開包 就是這個價錢 起司分開這個價錢 然後麵包 架起來就變成七塊美金 天啊 對啊 所以就是裝到自己的頭 沒有人這樣子點事情 對不對 譬如說如果在台灣 我帶我們的 帶我兒子小孩 去玩具反斗層的話 我們看掛在那邊的面具玩具 我們是不是都會拿起來玩一下 一定要的啊 蜘蛛人的面具 然後他戴鋼鐵人物 拍個照 拍完以後 然後就放回去 OK 討厭台灣 我跟你講都不會怎麼樣啊 台灣都這樣 但是我們去威尼斯旅遊的時候 然後威尼斯不是有很多這種店嗎 就是這種面具店 那個面具一個都很貴耶 然後我跟妳講 這是好想要試戴喔 不是 所以我們就是經過那個店 然後他有些事就掛在店外面 對不對 然後老闆都坐在裡面 店都一間一間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拿起來 然後就這樣掛著 然後有時候就拍張照 然後也拍照然後就放回去喔 對 真的 然後有時候就掛操耶 是上萬塊台幣的喔 有 有幾萬台幣很掛操 然後我們還要兩個人 把它架起來 像歌仔戲頭套一樣 整個這樣套上來 然後又在那邊擺姿勢這樣子 威尼斯門口 現在應該都是你的照片啦 擺到後來 擺到後來 老闆從裡面衝出來 罵我們就說你們 他說你們的皮膚 你們皮膚是乾淨的嗎 你們這樣子貼在這上面 還有沒有人要戴 對啊 他說我們全部都是手工的 對 因為你們戴完之後 你整個人就已經卸妝 上面卡在面具裡 他就說他們這每一個面具都不一樣 手工藝耶 對 他說如果你 我說我只要掉一根羽毛 你賠得起嗎 他就說你買回去 他說你們剛剛帶哪幾個 你都要買回去 其實 那加一加應該有十萬塊台幣嗎 結果呢 不敢 然後我們就 其實我們就知道我們是錯了 因為我們就真的覺得 然後就趕快補妝嘛 對不起 沒有 然後我們就聽老闆說 對不起 那我們在店裡選一些 我們可以負擔的 因為我們是幾個年輕人嘛 還是有消費啦 對 後來我們就是買 所以你最後是選 買了幾個搭火機 沒有 就面具的磁鐵 差太多 OK 因為冰箱上滿好多的 OK 因為我們去世界各地買東西 殺價是一個樂趣 那日本人為什麼 就不遵守國際的公約 可以殺價呢 對啊 有這個公約嗎 有這個公約 有這個公約可以殺價嘛 那有一次我到日本去 到銀飾店 那日本那個在 在六本部那邊 有一個銀飾店非常有名 然後呢我們去那邊就看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小墜子十字架 我說這個好漂亮 然後我就拿到這個 我就說 然後他講說 他就說 八千です 他就講八千 我就你會講中文 我就 那 他說 他就 很便宜 當機 他就拿出一個計算機 你知道嗎 在我面前 很便宜 很便宜 八千です 我說 八千是一樣嗎 我說 你知道A什麼A 我說 沒有,你知道我意思嗎 很便宜 他說 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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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 哪有這種事啊 他很愛什麼東西啊 他很愛演 演得剛剛那麼八千的 所以 他去巧虎計算機 巧虎的計算機 我們就知道說 但他願意陪你演 然後我就覺得 很想笑的時候 好,八千我就買了 買了之後韓國人就進來 幾個韓國人在挑 然後挑一挑獎之後 也跟他講說要打折 然後日本人就 打妹 就不打折 因為兩個都要打折 那韓國人就直接開始嫌 他就拿那個十字架那邊這樣 比來比去 一直就說 這個也不是很好看 你怎麼會賣那麼貴 對 你不好看你拿他幹嘛 對 你不好看你拿他幹嘛 因為那比來比去都 這個不是很好看 你看這個 好像有點髒髒的 就在那邊挑戰檢視的 要他打折 後來那個韓國人我就覺得是OK 日本人 聽到日本人的 ㄟ 剛剛那個喬話哥說的 ㄟ 就是要大家了解一下 他已經不行了 他在游移 不行 對 那就趕快送他去醫院啊 對 他已經不行 身體是好的 但是ㄟ 我下次叫你去那家 你找那個老闆玩一下 很好玩 ㄟ 玩他幹嘛 日本人最會 日本人最會 ㄟ 所以他是要表達他的為難 就不行了 再為難了 對 但是不能直接說不行 所以就ㄟ一下 曾經就是有買一個東西 我先買了那個藥妝的東西 可能是一千塊 但是我後來到另外一家的時候 我看到了他只有六百塊錢 我就跑回第一家去 我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可不可以就是 配我一些錢 因為我在第二家已經 看到有比這個便宜四百塊的了 然後結果他就跟我講說 他不行 然後他 寧願要把我之前買的錢 退給我 他也不願意幫我打那個折耶 對啊 老闆 你也很敢耶 通常會 通常我們買到想說 就認得吃虧 就是按字的罵人而已 然後你還會跑回去跟他 差很多耶 如果換算台幣一千塊的東西 然後我在第二家看到 就是六百塊錢 差四百 而且我是買很多耶 差一百啊 我是有點團購那種 所以他不願意 一樣差一百那很多耶 對啊 一個就差四百了 台幣一百 那這樣子我可能有買十幾個 這樣差很多 那四千塊了耶 可是他寧願不賺這個錢 那就全部退掉啊 所以妳後來就退掉了嗎 我退掉啦 我直接到第二家去 所以這樣的行為 我們會被認為是OK嗎 有一點 會 欸 欸 傻杯的死 你為什麼不先務必參加 你為什麼先買然後才繼續看 你可以先看完再買啊 因為我今天 因為他急著要去109換衣服啊 要看十件衣服 他有海選不能遲到 對啊 了解 所以日本還滿多 對啊 但是我覺得你有一些國家 就是不能殺家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而且你要看好東西 有一些東西真的是不能殺家 像我們上次去越南 外面的天氣超級熱 那我們想說我們要坐個計程車 因為有冷氣也是很便宜 那我們就坐個計程車 從A點到B點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等車 因為人很多 我們等車等很久 我已經開始流汗了 很容易流汗 我超級緊張 那終於攔到車 飛彈你這個人 開始跟司機說 司機要多少錢 那司機就說挑票 我們用跳票 合理的 合理對不對 因為從A點到B點就是一個 就是這樣子 我們用跳票 我們說可以 飛彈說 好不好 50塊 我們想說趕快坐一下 因為我們等很久 他說 No 50塊 說不定他要騙我們的錢 來這邊都是 然後司機就說 然後跳票 他說No cheap 便宜 你騙你的Less Less 那司機就生氣就開走了 那其他人在路邊就一直流汗 你下次就跳到50塊地方 那個是為了我們好 沒有 沒有那一種 是 像我們這一種 飛彈你衝 像我們這一種是不一樣 我們租車住了一整天 喔 這一種我們可以撒家 是一整天的 那要跑幾個路程 是 租車的車 但是這一種 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是不行的 可是這個 是誰撒家 是我啊 對不對 也是我 巴西 這不是我嗎 是我啦 我啦 我只能說你選錯旅伴 巴西會這樣 巴西人真的超愛殺價 因為另外一個型男叫舞陽 他也是巴西人 他也是超會殺價的 他很懂相機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買相機跟鏡頭 我就去問一下舞陽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分析說 哇 每一種相機 然後他值不值得這個價錢 然後哪一台選購會比較好 然後我就想說 那直接把他人 帶到光華商場去選好了 結果我那天帶他跟他經紀人去 我們兩個完全傻眼 我跟他經紀人整個就是 目瞪口袋看著他 因為你知道他就是 連150塊的線 他都要殺到120塊 他也很老實 問題 為什麼 你買東西有沒有買比較便宜的 有啊 但是30塊我們不會跟人家殺 很丟臉耶 有啦 開店做生意 還是說在巴西你們什麼都殺價 會 在巴西 所以我們去巴西什麼也都可以殺 你去巴西喔 你要買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 你先跟那個服務員做一個朋友嘛 做一個朋友之後說 可不可以送我比較朋友 對 如果以後開店做生意 遇到巴西人來 然後殺價殺到你不爽 那你們都會從幾則開始殺 幾則開始殺 可能是從5% 所以下次去你們711 先把一瓶水 然後把它打開 喝到一半的跟他說 這個我要搬價 因為已經喝到一半 沒有啦 711的服務員 711的服務員 所以你們什麼都會殺 沒有 可能如果你要買衣服 或者是你要買什麼 電子餐廳 或者是電腦那些都可以殺價嘛 今天也要殺你通告費 對半卡嘛 對半卡嘛 對半卡 對半卡 夏威哥他一定亂抬價 對半卡 真的 太多兩倍 一定要抬 不要再殺他 上時間250了 大豆 嗯 1700個 直取150個 這樣錄取率高不高 0.2左右 非常低 很低喔 太低了 你猜是什麼行業競爭這麼激烈 是公職的那種高普考嗎 嗯 還有呢 因為就我認知這個已經算是非常難考的 非常難考 對 OK你想不到吧 是空姐 空姐這麼搶手 對啊 而且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有一陣子空姐沒有那麼搶手 因為大家覺得好累喔 嗯 對不對 Tea or coffee or me 對不對 而且要服務這麼正常的乘客 對 還有那種什麼 有酗酒的都有可能 是啊 對 而且呢有一種客人真的好可怕喔 嗯 我聽過最誇張的事情 發生在新加坡航空 欸 是不是我們要Landing的時候 快要降落的時候 是不是就不准用廁所了 對啊 對不對 扣好你的安全帶 對不對 然後他就舉手 他說他要用廁所 他說對不起先生現在不能走動了 已經都要Landing 他說是嗎 好 他就尿 直接尿 他就尿褲子 褲子都濕了 就給他尿在那個 天啊 這樣的客人 我們也要服務 這樣的工作 還有那麼多人要爭取 太誇張了 對 所以這其中一定有一些奧妙 我們就要好好來探 這個一探究竟一下 好 我們第一位介紹的 是航空公司的最愛 OK 只要空中購物的時候 他出手都沒有低於兩萬的 是幫空姐做業績 買到呢 Lapurio 磨腳架 腳趾頭這樣子 因為買太多 OK 好 歡迎羅美 羅奇 大家好 我很想當空姐 可是以前因為近視眼就沒有考上 第二位 是各航空公司呢 都很喜歡的 OK 不 他告訴飛翠奇 蠻喜歡的 蠻喜歡他的 因為他還蠻nice的 好嗎 真的 Paul哥 不敢不敢 美人姐好 接下來是當過兩年華航空姐的 林啟薇 歡迎 大家好 你有想當空姐嗎 你現在這一集再說吧 唉唷 買了一個大伏筆 還有一位 是在日航12年經驗的瑞秋 歡迎 而且本身聽說現在在認識於這個空姐補習班對不對 對 自己有開一個顧問公司 專門就是幫助這些很想要考上空服員的學弟學妹們 幫助他們一把 OK 不過這個市場很大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是這個空姐空校團 來 是的 前面是我們現役的 後面呢是這個 退役的 現在已經退役的 歡迎你們 今天的私房化來賓們 有現役以及退役的空服員 他們帶來的爆料 即將顛覆你對空服員的想法哦 Kemi目前在阿拉伯聯合國的阿球航空 佛悟了6年 也曾將這段工作旅程 第58空中世界飛行日記出版哦 我是阿球航空 天啊 就是有機會碰到阿拉伯王子的那一種 就是最近那個飛到巴黎23萬頭等艙 可以停阿布達比的那個航空公司嗎 對 我們停杜拜 停杜拜 那個飛機有什麼不一樣啊 很大 飛機我們有最大的380的客機 哇 380上沒有什麼設備啊 可以洗澡 可以洗澡 哇哇 也沒錯過耶 頭等艙23萬對不對 嗯不止哦 其他 沒有啦 你們好像是第一個月 第一次在台灣飛的時候 有個特會價23萬 現在那個專案沒有了 我不清楚 好 不一樣的飛行 你現在趕快去問你們公關 如果沒有的你也不要回來了 好不好 今天現場就五張票 對 謝謝 麻煩你 麻煩你了 好 香港航空是一個新航空公司嗎 它不是 不算是新的 但有一段時間喔 你用廣東話介紹你的航空公司好了 可以了 在我 我還航空航航 可以了 可以了 三年半啦 三年半 對 做了三年半喔 OK 好 另外兩位呢 是現役的國泰航空 對不對 目前都在國泰航空任聚的 Anis跟Melody 今天將分享他們 飛行14年的空中歲月喔 我也想請問你啊 飛行人員沒有體重限制 就是要講這句話 我們公司的確是環飛燕獸都有 因為外鄉公司比較開放 多元化 對 多元化 多結一針見線 因為像 像那個華航之前是 如果你旗袍塞不下的話 就會下令你停飛 等你瘦回來 旗袍塞得進去 才可以飛 那他怎麼穿龍袍 好 不過我們在一開始後 談到說 其實空姐這工作 是非常讓人家羨慕 你看大家搶破頭去考 但是我們歸納一下 這個網路上的原因 這五大的理由 我們請大家一舉再圈差 讓我們大家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究竟是不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 第五名的是 讓人羨慕的光環 各位覺得 在空服員有嗎 圈差 有有有 這個好像大部分是圈 除了兩位 兩位 兩位 兩位二人組就是永遠舉查 對 為什麼Annis沒有 這完全是 就是觀眾的錯覺 會嗎 我們出去外面唱歌 只要說 今天有空姐 大家馬上衝來 對啊 沒有 因為你沒有看到我們在 飛機上辛苦工作的樣子 而且是特別 如果有老佛爺上來的時候 你就會很不想做 可是我們單就光環來講 光環是有的吧 請問你們講的老佛爺是哪一類的客人 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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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個名單之類的 那個老佛爺就是 他只要一指的話 你馬上就要出來 就譬如說他一上來 行李 可是那個放那個是 空服員本來就必須幫人家放了 沒有吧 沒有 其實你可以翻開 各家航空公司的雜誌 裡面都已經明定說 就是放行李是自己的責任 我們可以幫忙 但不是必須 還有呢 老佛爺還有什麼特徵 老佛爺他就是 他喜歡躺著不動啊 他只要躺著 他就不想坐著 他躺著 他就按我們的那個 服務員 服務員 對 然後你就過去 然後你就要這樣跟他說話 然後呢 因為很尷尬啊 因為你站著他睡著啊 大概 所以你頭要彎到他 他要叫你幹嘛呢 他可能只是要一個很小的東西 就譬如說 我要面紙 面紙 那你就要再跑一趟對不對 就是要再跑一趟啊 然後你還不能 就是 你不能拒絕他 或是臉色不好 因為他會玩你 什麼叫玩你 怎麼玩 就是說 你如果對他就是 可能口氣稍微不好一點的話 他可能就會 就是 我現在叫你拿面紙對不對 我等一下叫你拿雜誌 然後雜誌拿過來他不滿意 他會一直叫你換 然後他會說 旁邊那個人打呼太大聲了 就是他會一直找 你沒有辦法 各種茶 對 你沒有辦法解決的理由 或者是說 冷氣太冷了 幫我關掉他 可是你沒有辦法關掉冷氣啊 喔 所以 老佛爺 好 待會兒來講一下 大家伺候老佛爺的經驗 是 好 但是大部分是圈 這光環部分 接下來第四名是什麼原因呢 光鮮亮麗的外型 有了吧 來舉一圈插一下好不好 ㄟ ㄟ ㄟ 妳只在這題你舉了圈 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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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無疑啊 對 為什麼 我想有樣子 應該也是有氣質的啊 那我們男生說 對 拉屋 你舉一個插 你的工作多讓人羨慕啊 很帥啊 我觉得这个考进去的时候 大家就是看 有没有主考官的演员 对 然后像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旁边那位 真的是长得标准的又高又帅 然后我心想 我进去就是跟着炮灰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他 打电话跟我说他没有上 我那时候吓一跳 我想说他没有上 我大概就不会上了 所以我觉得 这没有什么光光款 所以这个是在说 明明考试的过程 你跟他搭讪成功的一个故事吗 搭计 那怎么看啊 就好像同点啊 两个空少 对 刚才我后面有人讲话 老吴我想请问你啊 大部分我认识的空少 80%都是空姐 我今天没有穿裙子 是不是这样子 多半是这样 不是啊 很多啦 真的不是 不要比我跺脚 好险 好 接下来看看 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可以结交各地的朋友啊 圈叉看一下 蛤 很意外耶 一半一半耶 一半一半 居然一半 Kami啊 Kami 你叉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想说 会认识世界各地的人嘛 对啊 尤其游网那些的 对 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在当地停留时间 其实很短 那其实没有办法认识那么多国人 可是你在飞机上的时候会不会有人 在serve的时候啊 对 小纸条来一下 会就是偷偷地名片那类的 对啊 这样不就认识了吗 对 可是那样子还蛮恐怖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就是 有些人会拿出来羡慕一下 然后献一下 然后就赶快丢掉 你拿过什么样的名片可以献的 我曾经拿过一张是 就是一件 就是杜拜 有一个人在卖钻石 有一间很大的钻石商 然后他正好是从杜拜飞到 慕尼黑 然后他去那边做生意 然后我就跟他聊得很懒 他就说 那今天你晚上有空吗 这是我名片 你晚上可以来找我 可以带你出去玩 对 后来玩得开心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 我给同事了 那一顿饭吃了怎么样 给同事了 那Carol呢 你也觉得不会交到很多朋友 我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个性的关系 所以当初我那时候 挑选航空公司的时候 是以国内线和东南亚为主 这样子 对 所以 所以我不是因为 可以结交各地的朋友 对 因为我挑选这家航空公司 我几乎每天就是可以回家的 对 顶多就是两三天在外面 管成的啦 是 那Paul你交过很多空姐 就是空姐姐交的朋友 蛮多的 可是我觉得 他们要如果要交的话很方便 你都递名片吗 没有是人家递给我的 这个就错了对 这个是美人姐 这是人家递给我 你知道我们上商务舱 或那个 头等舱的时候 不是要把外套挂起来吗 那因为要区分每个客户 你们都会把那个 那个乘车券 不是乘车券 登机证放在你的里面 就知道说是谁的 就有一次我已经下飞机了 然后穿起来后在车上 就拿 抽一抽拿起来一看 居然有那个女生的空姐的电话 他已经把她的名字跟电话留下来 然后塞在你的 塞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塞 而且就写在我们那个登机证的后面 他瞎了吗 对 蛮长还可以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头发了 对 然后那时候为了礼貌 我就真的有打回去 然后后来就真的约出来吃饭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也有好奇 说为什么你会拿那个给我 你就真的打那个电话 而且还吃了饭 对 而且还吃了饭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写那个电话给我 然后他跟我说一句 我还觉得蛮好奇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那个他们上面 在服务那个 仓等的这些空姐们 都说打赌说 你会不会打这支电话 我会不会打 因为他说全部人看电话 所以他们只是要打赌 说我会不会打那个电话 就想不到你真的那么剩 我真的就打了 对 但是一步了解后人还不错 人就真的有交往 后来这个交往多久 这个大概才三个月而已 对吧 因为我要说实话 就是他们来来去去 就像美人姐讲 交往各地的朋友 其实我们也会害怕 因为我常常看他打来就 喂 各式各样的语言 Hello 大家好 然后又说你好 真的到哪里 连跟他吃饭 他认识的朋友 各世界各地的一些商人朋友 说真的还蛮多的 所以你会不自觉地会担心 就怕接到电话 那问一下那个千玲 是 是 你在国泰飞十一年 我是从长龙到瑞林到国泰 总共十一年 从国际国内到国际 哇 那为什么会流产 应该是职业伤害吧 对空服员来讲很多 会有子宫后勤 对不对 子宫后勤 对我的阵仗就是子宫后勤 因为是站吗 因为呢 在飞机还没有飞稳 你就必须站起来工作 因为香港县是非常短暂的 你要送餐卖烟酒 还要送饮料 所以当飞机这样子的时候 交出来 你已经起来飞了 于是你的子宫 就会往后起 往后拉 所以很多空服员都有 子宫方面问题 真的啊 对 对 就是像 爬 飞机在飞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来工作了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姿势不良 因为有时候我们东西掉了 要剪 不能直接弯腰剪 我们要蹲下去剪 因为在飞机上有高空压力 那你这样子流产几次 六次 哇 天啊 应该早早辞职了吧 对啊 可是辞职之后下来才 才怀孕 对 但是在这个飞行 因为全世界可以这样飞嘛 会不会真的 到处都会有一些 小恋情 全差 呃 其实有 超过半数 Kami你也 刚刚举了一下 呃 因为其实我们同事之间 其实大家都不认识 因为我们公司太多人 大概有一万八千多个 那 其实每趟起飞之前 大家都不认识 所以我们在那个check-in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就是 就会看到不同的人 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就是 我们在机上聊得很开心 就是跟一个空校聊得很开心 那 他就是我们就在聊说 等一下我们去那边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 我等一下要去那个什么 找我女朋友 然后我就说 我就想说 刚刚在那个check-in之前 你不是还在跟你的女朋友 say goodbye吗 然后他说 哦对你有看到 我说 哦对啊那是你女朋友 他说 哦对啊 其实有一些人是在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的女朋友 哦 还蛮夸张的 这个哦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生活 因为就是到各地都飞 比较有机会 是 那只是小小一下啦 当上空服员 的确有很多机会 与外国人谈断异国恋 但是在工作 他们却也可能 遭遇一般人 无法体验的恐怖事件 那我们这个 其实有时候在飞机上呢 是空姐的工作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看他们有处理很多 临时的突发的那个状况 在场的空姐 空服员里面 有一个人是遇过劫机的 蛤 所以像马来西亚航空的这个事情 有可能 就是共同的噩梦 对不对 谁是遇过劫机的 我遇过劫机 诶 是哪一次劫机 我们应该新闻上都有听过的吧 其实因为台湾的新闻 对国外的新闻 会比较少一点 也对 然后我的那个 台湾都喜欢抱谁家的牛不见了 对啊 哪个豆花菜 火流星啊 对 那因为 因为我在 加入我现在这个公司之前 我在中东的航空公司 我也待过两年 然后 我那时候发生劫机的事情 在中东地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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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我的手 我跟他安慰說 It's okay, it's fine 可是我心裡面是在念 因為真的那時候真的很緊急 因為那時候如果拉不起來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直接重力加速度下來 積附下去 那平飛完之後是大概20分鐘之後 再重新降落 那時候我們就是 中間一直在安復客人嘛 安復客人就說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能是因為就是有部分的故障 其實是我們到後面 乘客都走了 然後才問機長是因為電腦故障 電腦以為他還在飛 所以他降落的時候他就往上爬 哇塞 哎呦 那我問一個 你們有同事在空難裡面離開過嗎 有的情緒圈 兩位 有兩位 千尼 因為我早期在長榮嘛 那長榮那時候我們有同梯的 同梯的同事是就是在 早期安民谷屋 那時候摔下來 還有大圓也摔過 哇 對 真的不是長榮的啊 那是華航 華航 對 是長榮他跳到華航 哦 對他原本在長榮飛了一段時間 跳到華航 結果同事有兩個是陸續在那一場 那什麼叫機航暴動 機航暴動是因為 因為以前我們飛的那個點 因為它是好幾個國家 組成的一個公司 就譬如說今天從A點起飛 明天從B點起飛 然後就是輪流起飛 每一個國家都會起飛到 然後它有一次是因為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我們是應該是埃及吧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開羅 然後就是因為那一些人 他們已經一直等一直等 就一直就因為好像一直等不到飛機吧 連等了三天 然後我們那一班機剛好是進氣裡面 到的第一班機 然後所以那些客人就是 因為已經等了三天嘛 他們都很希望可以上 可是之前的三天載客量都沒有啊 所以你一班機是載不走的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可能票價比較高的 他就就先被挑上去 然後剩下的就是可能有的家庭 是要被拆散的 所以上機的時候就是 他們就不太開心啊 然後後來好像有一對夫妻 他們是要被拆開的 所以他們就在機上吵 然後吵一吵 其他的人也覺得說非常的不合理 然後就變成說整架機都暴動 就是他們就可能就起來敲那個客艙啊 上面有行李櫃啊 然後摔行李啊 然後衝到那個駕駛 就是駕駛門前面去敲門 然後我們就沒有辦法離開 我們只能躲在廚房裡面 所以很好啊 就再等三天再飛吧 對啊 那就換一半吧 對啊 好 不然後面也有人來啊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離開啊 因為我們好像離開的時候 好像已經是四五個小時之後 是機場的那種類似有點保安隊那種 我們就架長槍來把我們護下去這樣子 所以那班飛機也沒飛 沒有飛 那班飛機沒飛 活該 活該 對啊 鬧什麼鬧 可以走了 對 對 誇張的就是我遇過那個小孩子就飛夜裡 就是晚機的裡面他哭 然後我就看他哭什麼啊 為什麼那麼大聲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他站著在座位上 然後那個爸爸就用手這樣鬥著 他就在爸爸的手上面殺掉 這是一種特質 飛行中的那個 一種人倫樂 對 然後我就 那他只要有個尿布吧 不知道 他沒有安撫你什麼的也沒有 手上有尿布紙巾嗎 沒有 就 那一定是往那個椅子上插下去啦 然後我就 對很噁心 然後我就拿那個毛毯給他趕快 那個吸吸 然後我就 記起那個號碼 我以後也不要坐那個 那個位置 對啊 我還要去過一次就是 因為英格人很想喝酒嘛 然後他們我一次就是降落的時候 他就吐在我的那個 Jump seat上面 可是已經要降落 因為機場已經廣播了 然後我就最後就 大家很慌亂然後就很忙 我就趕快把那個毛毯蓋在上面 就坐著直接降落 我就坐在那個 嘔吐物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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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了空姐辛苦的遭遇後 接著最勁爆的來啦 你有想過飛機毛毯 有沒有清洗過 或上廁所的水來自哪裡嗎 今天就讓這些空服員 來告訴我們吧 好 這個今天難得 有各位空姐來到我們節目嘛 那我們這個有一些在網路上面 大家對於這個飛機上面的一些疑惑 希望各位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些 只有空姐才知道的 對 小秘密 首先第一個 飛機上的耳機都沒有清洗 就重複使用 真的嗎 是真的嗎 全雜 都幾乎打差 但是老吳 你勇敢的舉了圈 還有這個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趕 然後 它只能重新包起來 對它只能重新再包起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落地了以後 在起飛一個小時以內 客人會覺得說 客人不會想到這麼多 他只會想到我delay了 對 那這個有時候 請不一定 全意之下 那千玲呢 真的都沒有清 不是沒有清 其實就是說 因為short fly 很趕 然後你loading上來的耳機 不夠 那就是會叫 勤務人員去換耳塞 那我 那個還好 因為我上廁區都睡覺 請問 那個毯子是不是都是洗過的 毯子 是的請舉圈 好像是第一 也不一定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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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 頭等艙我蓋到有跳蕎 然後我就單場在美國就告 就告到還告到東西了 對 不是 如果他沒有洗過 一萬一那個人是蓋腳 那我拿 我又不知道頭和尾 搞不好不蓋頭的 所以美人姐我教你一個訣竅 對 要選那個有塑膠袋包起來的 有的有 因為沒有包起來 就是折一折又放上去 Cherry搖頭 Cherry搖頭 也是在洗嗎 不是嗎 就算包起來 我那個就是塑膠袋拆開來的 毛鏟蓋在上面 然後這樣啪啪啪咬 咬了一排的 所以是拿回去重新包裝 又拿出來 我覺得有的是 Cherry Cherry 就是航空公司他 看他的有沒有那個 COS了 有沒有錢了 有時候就是 拖的那個清潔公司 他們覺得 他們包的你不知道是誰嗎 他們就檢查一下 就乾淨了 就不洗就包了 所以 也沒有用 我錯了 請您自己帶毛毯 自己帶毛毯 有人自己帶毛毯 有人自己帶毛毯 我自己帶毛毯 好 接下來請問一下 聽說機上水龍頭的水的細菌 是比標準還要髒一百倍的 有 有沒有可能 這個他們也不一樣 舉牌啊 舉啊 說實話 打屋子生喉嚨 Oh my gosh Carol 對啊 它那個 它那個水應該是 就是都是再利用的這樣子 再利用 應該不一樣吧 應該說放在儲存槽裡面 不知道放多久 對 就是因為不曉得放多久啊 就只有我們那時候洗手的時候 其實還蠻奢侈的 那拿礦泉水洗手 蛤 你們自己都不敢碰那個水龍頭的水 對 我們是拿礦泉水 我還拿來漱口啊 我還拿來刷牙欸 對啊 不好意思 我 我有問過人 就是 維修師 他們有說就是 廚房跟廁所的水 是同一個儲水槽 所以呢 就是用同一個水 但是就是那個水 我們自己本身不太喝 對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客人是 拿水來跟我說 欸 你們這個水有怪味道什麼的 而且不是只發生一次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上飛機 你倒的水 給我們是從廚房的那個水來的 生水嗎 他會濾水一下 不是開礦泉水倒給我們的 那個是可以喝的 那是可以喝的 不是 對 對 但是他自己都不喝啊 那是有過濾過的水 我們會自己帶水 我們會自己帶水 到底可不可以啦 其實他是 那個 我也問過機帳 他們是在同一個水槽出來的 那個水槽就是 廁所也是那個水 然後機艙也是那個水 然後他們會定期去清那個水槽 那到底我可以用廁所的水漱口嗎 可以啊 可以的 它是飲用水 其實它上飛機的那個container裡面 它上的是飲用水 這樣就了解 可是因為它清理的時候 人是沒有辦法爬進去的 所以它其實是 有可能是用一些化學的東西倒進去 好 哇塞 懂了 所以 所以我下次 坐飛機 我就要跟你們要一瓶 礦泉水 帶到廁所去 漱口啊那些的 你不要擔心 路邊攤那一桶水 他洗了200個碗 還是那一桶 你還不是照吃 也沒事 哪有人上 哪有人上飛機喝水喝到拉肚子的 或者是喝完水死掉的沒有 不要擔心 對 其實航空公司都有檢驗 因為這種 國際航空公司所有的 一定都會有標準檢驗值 那沒有人喝水死掉 那有人死在飛機上過嗎 有的請舉圈 你有看過的請舉圈 不是我 別人 別人 別人有聽過的 哇 多 為什麼 我有聽過就是 我也是國內某一家 滿知名的航空公司 國內就兩家 就兩家了 那朋友他跟我說 他有一次是飛越南回台北 那他說因為 洛杉磯 洛杉磯回台北 洛杉磯 那其實上面很多越南人 因為早期很多越南人 他們就逃難到那個洛杉磯 然後他說有一次就是一個老阿嬤 他們就是到洛杉磯要飛回來 他是個越南人 但他們就覺得說 怎麼樣都還是要到自己的家鄉走 所以他那時候情況不是很好 但是他隨行有他的兒子啊 媳婦這樣子 結果呢他們就上飛機 然後飛飛飛到 他說大概是快要送第二次餐 就是早餐的錢 然後他的媳婦就覺得 怎麼他的婆婆不太對勁 然後就叫了他幾聲 然後發現他可能好像 走了走了 然後他們就先 就是不驚動其他人 然後就叫空服員來 然後跟他講這件事 然後他就說 他們當然就是會先在機上呼叫說 有沒有救護人員 因為只有醫生他們才能夠宣判死亡 所以他們就有先呼叫說 機上有沒有醫生或是護理人員 然後就剛好也是有醫生 然後他們就是有先稍微做了急救 就還是不行 對 那那時候他們就是 把他移到就是最後一排的位子 然後先用毛毯把它包著 然後再綁安全帶 哇 剛講老跟死嘛 有在飛機上看過人家生小孩嗎 這應該不可能 現在已經不太可 現在嗎 那有 我剛剛其實想講的是 有看過人家在飛機上生小孩 沒有生小孩之前要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我就知道沒人家問 那個過程 高空俱樂部 我這邊有看過 唉唷 你有沒有制止他 因為那時候是看鳥 然後大哥覺得說 我們新鮮沒看過 他說先讓你們參觀一輪之後 再來制止他 還有這種事 參觀一輪 還可以參觀 因為就是在那個歐洲的航班上面 他們是坐在就是後面 比較靠後面的那個位置 上飛機還好好的 很甜蜜的一對情侶 一男一女坐在那邊 老外啊 對 然後手拉拉 然後在那邊依偎著 這也都還屬於正常的一個狀況 接下來毛毯就出來了 兩個人就蓋著毛毯 然後呢就在那邊 你濃我濃的 唉 再過一輪 女生不見了 女生去哪裡呢 就兩個人坐在位子上 女生能去哪裡呢 我們想說奇怪 那大家去上廁所或什麼的 結果呢那個廚房大哥就說 那個女生呢 好像是在 那男生你們去看看 好像肚子那邊怪怪的啦 所以呢就看到 就看到這個男生 蓋著一個毛毯對不對 然後這個肚子就鼓鼓的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浮洞 波洞 有一些浮洞 但是我們也不能確定 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只是 毛毯給他掀開 這怎麼確定啊 就不敢啦 所以就是大家參觀一輪 就覺得好像怪怪 那男生也就是好像 裝沒事一樣 他怎麼可能裝沒事 你可以嗎 硬要壓抑的話 要壓一下 可以啦可以 有一些表情 壓抑一下 嗯 哇 是 OK為什麼後來證實 他們是有 因為大哥就去跟他說了 說飛機上是不能有這樣子的行為 然後是因為那個男生他道歉了 他說就是我們那個 情不自禁不好意思 所以他變成這樣子證實了 我們所看到的 看到 然後其他就是由我們自己去想像 那那個女的要怎樣 默默地掀開毛毯賺出來嗎 接下來這兩個就很妙了 就一路睡到Landing 然後戴著墨鏡就走了 有累到 累了 他也覺得不好意思 好這個 其實當空姐感覺上有很多 辛苦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有趣的部分 所以還是要問一下各位空姐 如果說人生有再次的選擇機會 你們還會選擇當空姐嗎 空服員嗎 來 全插 你看 果然 1700個人搶150個名額 完全合理 合理 合理 好 今天再次謝謝所有的空姐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